2024年10款美少女手机游戏 哈啰我是阿怪 今天要来分享关于2024年10款美少女手机游戏 之前有出过一集 里面有一些像是星宇计划 或是餐物长翔等等的游戏 都还蛮好玩的 喜欢的玩家可以看游上角 当然大部分游戏还是都有游戏内容啦 不是那种无脑直接游玩 那我们看一下2024年10款美少女手机游戏吧 Caminoporosis是一款幻想风格的美少女手机游戏 在阿姆塞尔德大陆上 拥有特殊力量恶魔之眼的人诞生了 玩家将扮演石榴之主的代理领主 为了避免走向毁灭的未来 与于情之称守护着女孩在各种谜团中奋起反抗主定的未来 战斗部分是回合之类型 最多可以安排6位角色 每个角色还可以在携带一名美少女来增加战力 游戏中共有无中属性 都会有相克关系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战斗会有三种攻击模式 分别是BQC 每一种攻击完之后都会有不同的争议效果 每次攻击只能选择三种其中之一 可以选择比较多的那一个 另外也会有额外两种攻击手段 每次攻击都会增加角色的怒气值 当怒气值全满 就可以使用角色的转属技能 另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加速键 在这个时候的攻击就会变成打乱斗 节奏也会变得非常快 之后也会有类似神器的辅助机器人 在战斗中都可以随时使用 后期也会有一些有趣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派遣任务 都可以增加在游戏中的支援 而在剧情方面 就是多云打配动画 感觉应该可以再好一些啦 传奇事业草是一款结合战骑士策略战斗 与养成玩法的日式冒险RPG 村庄遭受怪物的袭击 玩家挺身而出 在意外之际 才发现自己是英雄后代的子孙 在意外之际 透过父亲留下手镯 召唤出化神美少女的传奇英雄 与历史伟人们 正式踏上了拯救世界的冒险旅程 游戏的玩法是展骑类型 战斗的画面非常可爱 在攻击对方的时候 也会进入Q版的战争画面 很像是以前的《魔幻模拟战》一样 在游戏中 玩家可以召唤出历史的传奇英雄们 而角色们也分为主战资源两种 主战角色可以直接上场战斗 而后援角色则是会在旁边一起攻击 或是诗员资源技能协助战斗 在游戏中也有多样的属性相克 有力的属性攻击下去伤害也会非常多 而被动技能也是非常有趣 像是圣女贞德 她在使用技能的时候 就可以守护周遭的友军 在被攻击的时候 就可以出手保护友军 并且对敌人进行反击 而玩家可以编组自己喜欢的角色 去面对邪恶的魔物深渊 所有登场的角色都会有高品质的精致插画 而玩家将可以透过阳城系统 强化与美少女的关系 在提升亲密度之后 还可以关上美少女的专属巨星 雷斯德里安娜的《炼金工坊》 是由光荣合作研发 是炼金工坊的最新作品 故事发生在过去因炼金术而兴盛的王国 如今炼金术已经开始没落 主角雷斯娜的梦想是让遗忘的炼金术 再次遍布世界 为此他踏上了旅程 寻找复兴炼金术式的线索 战斗的部分则是回合制 最多可以安排五位角色 每个角色可以使用两种技能 也会有属性克制的伤害效果 所以针对哪一种怪物要使用哪种技能 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而左边在累积能量之后 就可以使用特殊的炼金道具 也能够对敌人造成伤害 必杀技的部分就比较特别 需要满足特殊的条件才能够使用 也能造成大范围的攻击伤害 而游戏中另外一大特色就是合成系统 玩家可以选择要制作的炼金物品 还需要依照每位炼金术式的属性 搭配成功之后才能够制造 而制作成功的物品也会得到额外的道具 拥有丰富的故事剧情 前作作品里面的人物也都会一一出现 玩家将可以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七星传》Re-Rate 是一款美少女及时战斗手机游戏 故事讲述着灾害降临 玩家在回家的途中遭受攻击 就在神秘黄衣少女相救下 辗转来到了星界 洩构一众历史与神秘人物 在种种的谜团下 玩家在冒险中都会逐一揭入 一开始玩家可以选择一个超越者 在草草与李世民当中选择一位 而另外一位则是会在七星内登陆获得 游戏的主轴采样回合式指令战斗 玩家需要编排不同的超越者 按照敌我双方的行动条 施放技能来做调整 每个角色可以使用三种攻击 普通攻击、技能还有必杀技 而玩家一开始就可以使用最强的必杀技 只需要等待CD时间就可以了 而这些美少女分别来自各个职业 属性、角色定位、阵营 和复杂多变的装备与技能组 都在考验玩家排兵布阵的技巧 结合了多重宇宙 与克苏武神话的十字班神话篇章 在剧情上面也有丰富的故事内容 也会有很多的选择可以挑选 玩起来很有RPG的感觉 后期还可以与美少女培养感情 再达到一定程度也会有不可描述的事情发生 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是一款 全动态真人恋爱互动的手机游戏作品 全程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拍摄 并创新的采用真人互动影像玩法 至于让玩家完全沉浸在场景互动的真人模拟当中 这游戏中玩家将扮演男主角古亦 将以第一人称视角 与六位性格长相各一的美女相似 展开一段沉浸式的恋爱之旅 一开始我们会在一个陌生的家中醒来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探索 寻找一下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 找到关键的讯息之后就会再展开剧情 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遇到第一位的女主角 在回想的过程中都会有一些事件发生 我们可以针对游戏的故事剧情去做回答问题 针对不一样的回答也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产生 有些是增加女生的好感度 有些则是会展开全新的剧情 有时候选错了也没关系 还是可以回到游戏分支再做选择 目前游戏最有趣的地方 还是大家角色扮演的乐趣 有很多特殊的场景或是剧情 与相似的青梅竹马相遇 或者是要扮演游戏中某位录竹角的临时男友 这些剧情其实都蛮狗血的 而甚至在剧情中还会有男闺蜜的出现 多达十几种的剧情 还有多条隐藏故事与彩蛋 这次的手机版本更有新的DLC 增加了不同的女孩 采用DN称视角拍摄 让玩家沉浸在场景互动与真人模拟之中 对魔的RPG XLC 是由对魔人系列衍生的RPG星座 在魔界与人界相邻的未来世界 是上古以来 人界与魔界之间 守护者不相干涉的不成文的规定 在人类躲落邪道之后逐渐展开破绽 这次的故事将会从对抗魔界的最前线 日本武车学院 玩家将扮演无法使用人数的风魔小太郎 将会与新同伴齐心协力 调查袭击背后的真相 战斗部分就比较简单一些 就是规合之类型 可以使用攻击还有一些道具 在角色累积能量之后 也可以使用专属的技能 在角色部分也有多种的职业 在搭配上面还算不错玩 往后期还有多人的联机挑战 或者是PVP玩法 PVP的部分是需要安排 攻击防还有防守防 在剧情的部分也还算不错 游戏目前还有支援版体中文版本 肥猴的声约 是由Yuzo Game所研发的 兽娘终末世界风格的RPG 故事的背景在一切的天灾 为香水晶所引起的神秘物质 而玩家将扮演唤醒者 在被天灾隆灵过的世界中展开冒险 并将会遇见个性多音的兽娘 与他们并肩作战 随着探索越发深入 也会揭开灾难背后的真相 游戏的玩法是即时制玩法 最主要着重于排兵步阵上面 而在战斗上面的角色也会自动战斗 也会自动的使用技能 而游戏中共有不同信仰和力量的四种阵营势力 同阵营势力上场也会有不少的加成 而在游戏画面上面的表现非常好 像是在使用技能的时候 也会有非常精致的动画去做展现 而另外透过Live而敌的画面 还有精致的例会 也能感受到厂商对于角色人物的用心 战斗战机是一款机甲少女策略的手机游戏 当名为灾泄的不明生物 成群结队出现时 她的身影仿佛预示着世界末日的来临 幸存的人类发现反攻器械运回心灵的力量 你将带负起司令官的责任 与美少女指挥官们并肩作战 在邪恶、灾泄、横行的一世界中的冒险 游戏的玩法就是放置类型 与大部分的放置类型差不多 将人物安排上升之后 他们就会自动攻击 在友谊中战斗地方比较特别 角色部分试试看谁的速度比较快 就可以先发动攻击 而攻击也不需要累积能量 一开始就直接发动技能 在战斗上的节奏就会比较快了 在画面上采用电影级别的英俊动画 3D主机的战斗表现 让玩家可以享受安畅离离的成绩式战斗饗宴 在后期完成特定的任务 就可以开启机甲系统 玩家能够培养自己的机甲 在上阵的时候 就能够第一时间来攻击对手 当玩家的资源不够 还可以派遣美少女去做一些任务 就可以得到资源 更有每日免费送10元抽的福利 让玩家可以轻松收集伙伴 而游戏中更多达60位 机甲少女与你边境作战 在丰富的组线下 更有几百强大的灾谢Boss Buff、竞技、宿舍等多样的副本玩法 等着玩家们来挑战 少女战滑RingBuds 是由乐意传播带领的 回游至美少女卡牌RG手机游戏 主打全新的世界观 豐厚剧情的两层冒险RPG 故事的背景在深处与巨人出战争 世界术开始崩塌 末日幸存的人类被称为 历朴史的新历史 直到世界术的资源已太被发现 世界再次进入了战争时代 冒出旋理的学生将再次展开反击 战斗采样式卡牌式游戏玩法 只要点选使用卡牌技能 就可以使用相对应的招式技能 每个角色最多可以使用两种 而这次的游戏更加入了许多新玩法 像是每一回合没有使用到卡牌 在下一回合就会自动合并 成为更强的二型卡牌 而在战斗之前还需要观看天气 天气可是会影响你的战斗状况 甚至于每个阵型的战斗位置 都会有不同的加成效果 玩起来比起之前来说 好上许多也更加有策略感 而每个角色也有不一样的卡牌类型 在卡牌技能当中 会出现这样子发光的卡牌 这也代表个人的专属技能大招 当然威力也是不容效看的 随着主线推进 在旅途中会遇到各式各样 不同个性的少女们相遇 玩家需要细心培养他们 进一步打造自己的专属队伍 战斗的部分是几十支玩法 玩家可以安排众多的AI美少女在九宫阁内 开始之后就会自动战斗 在累积能量之后 也可以使用角色的专属技能 这些技能都会有华力的动画去做展现 而游戏的动画还有技能都相当的有水准 除此之外 画面的右手边也会有一个能量 当攻击敌人的时候就可以累积 之后也可以使用额外的特殊技能 在搭配上面有一个地方还蛮特别的 玩家可以针对角色站位 去做不一样的增益效果 而在后期也会有多人的联机玩法 也可以与众多朋友们一起挑战BOSS 玩家可以收集数十位各具魅力的美少女角色 与他们培养好感度 透过游戏内的社群交流 并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培育 也会有不一样的养成玩法 让玩家可以享受闯欢的乐趣 以上就是2024年的美少女手机游戏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喜欢的观众带来点个赞订阅一下 也麻烦开启小铃铛啊 或是这样搞个游戏外 我们下期再见啦 掰掰